HELLO,大家好,我是Inki 大家女生在冬天中一定很喜歡這些高色的大地色系 今天精算了這麼多外賣時的大地色系給大家看 我們馬上去片介紹這首套吧 第一個介紹就是大家最容易入門的秋冬款式 就是HERBEC 31 很多HERBEC都是黑色拼一個很簡單的帆布 但這個帆布有很多細節和質感的拼格 可以看到啡色、黑色和白色的格子 然後大家看看後面還有一個拼色、黑色的一個細小的設計 其實可以看到設計上不同的層次感 而且這個皮革是用了一個大家愛買市最喜歡的主要皮革 但這個皮革又有一樣東西就是比較容易刮花 但是它越用是會越漂亮的 所以大家如果一些輕明的刮痕 要觸一下它可能就會變淡了 還有現在我最新收聽到的就是HERBEC準備會列入Special Order 即SPO 可能你以後以為可以買到的HERBEC 逐漸會產量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HERBEC要立即買 這個就是現在大家都最受歡迎的LINDY 26 即是最適合亞洲女生用的手袋 最方便大家平日配搭上來用的手袋 基本上大家女士如果選LINDY的 一定是會選26、30、大象灰、CLEMENTS皮 但這個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一個牛皮和鏡皮 是非常之少見的 而且大家喜歡高Color 大部分的女生都是追求金球 牛皮再配這個金球 再配鏡皮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原味的配搭 不過有一個特別的小提示 給大家介紹 鏡皮一般人覺得非常之難打理 因為你覺得它很容易髒 也很容易刮花或者痕痕 其實一般的刮花順著皮紋慢慢去按摩 刮花的印痕就會慢慢減輕 不過鏡皮也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皮革 它比較容易受到潮濕 也記得好好地保存它 令它比較乾爽一點 這個鏡皮就會更加容易存放 LINDY MINI大家都見得多 但這個鴕鳥皮的芝麻色 相信大家非常之少見 因為鴕鳥皮在外馬四季世界 已經是一個非常之罕有的皮革 這個手袋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呢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女生 去追尋一些小小的精緻 很划磨的手袋 而且LINDY一直都是一個很隨性的手袋 這些地方又可以塞到一些 什麼車票啊 發票啊 這個手袋其實是很隨便的 亂塞這些東西都可以塞進去 因為這個手袋其實這條帶都挺長的 背上去已經長得很長的輪子 現在我要教導大家怎樣去縮軟這個 Mini LINDY 的長度 大家首先要一些 第一步就是大家把這條帶伸直 把這個地方塞進這個手袋 拉整理 拉整理 然後ÁiO 接著現在會講明 然後把底部的這條帶拉上來 然後把底部的這條帶拉上來 然後把底部翻出來 就會變成這樣的形狀 看到嗎?這個地方也是會這樣撩動的 所以為什麼會說大家要一條Twilet呢? 就要把這個活動的地方固定 所以大家就要綁一條Twilet在這裡 簡單地把它固定了 令它不會乎乎乎乎 固定了之後 大家就可以把這個不太漂亮的地方固定好 大家就會看到中間有一個這樣 用Twilet包好的漂亮的手柄 而且這條帶就會短一點 大家就可以在這裡揹著它 就可以做一個單揹的效果 其實這麼漂亮的皮革 大家一定要比較小心去處理 包這個Twilet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一點 不要溫液壓到它 不然它就會有些花痕 也有些觀眾都很希望我們會拍一條 關於絲巾怎樣綁手袋 即將會拍一條影片 去教大家怎樣去玩絲巾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將會拍的這條影片 我手上的一個Birkin 30的Berrinnia Fubu Fubu其實就是一個 顧名思義法國總店的一個名字 而且它是一個34色的圓木色 秋冬大家都相信 女生很喜歡用一些 駝式的大褲、頸巾去做配搭 因為這些暖色系是非常之適合我們亞洲人 所以這個手袋也是亞洲人最受歡迎 也是最耐用 一年四季都可以拍到的一個手袋 Fubu Berlinnia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皮革 所以它也都搭配到大家最喜歡的金色球 而且Birkin 30 因為它又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所以大家可能上班族 女強人都可以用到這個類型的手袋 可以將A4紙、文件等等各樣的物品 都可以放到這個袋 所以這個袋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之適合不同的女性 也是非常之適合不同的長篇少女的手袋 Birkin 15 Cargo 就是2021年春夏推出的最新款式 這個手袋也是非常之難有 要將牛皮縫製在帆布上面 這些工藝其實都是非常之複雜的 所以其實它們的售價 本來都是比一些全牛皮的手袋更加之貴的 那這個Cargo的手袋 在上幾條片都有介紹過一個大的尺寸 但其實這個25是最新的尺寸 但這個Cargo 25 就沒有了這些複雜的繁瑣的設計 就是一個非常之間弱的手袋 大家知道在巴黎用家 即是在街路走路走路走路 其實他們很多生活的東西都會用 譬如說放一些車票 尚用卡它就設計了一個卡位 可以讓各位用家 可以更加方便把卡架收進去 而且它在裡面不怕被人偷 你知道巴黎也少偷 而這個外面的小包包 亦都可以方便大家放很多雜物 唇膏、潤唇膏、手袋 所以我覺得這個Cargo的賣點 除了它是一個非常之難買的手袋之外 其實我覺得它比起一般的Burkin 都非常之失用 因為它不像以前那些很古版的設計 要拋開所有東西才可以拿到東西 它旁邊已經有東西可以拿了 也好像參與了Lindy這個手袋的設計 旁邊有這樣的 可以令我大家可以塞進去 唇膏、潤唇膏 什麼都可以塞進去 非常之失用的一個Burkin 所以大家一個真心的推介 好 去到最後一個一定是最稀有的手袋 是一個蜥蜴皮 而且這個蜥蜴皮的皮革 亦都用了一個喜馬拉雅的做法 去做這個手袋 因為稀有皮革一直都是非常受管制的皮革 愛馬是要生產這些皮革 不會令到一個一定的限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皮革上面 其實從它養殖的時候 已經看到它的紋路是非常之對稱的 對於皮革的追求 基本上是由頭到尾都是非常精心製作的 好了 介紹了這六個大地式 是最適合女生秋冬試用的手袋之後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訂閱和訂閱 如果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